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威廉 中共近期在非洲動作連連 召集非洲之各一些國家舉行會議 資助在坦桑尼亞興建類似中共黨校 並主持培訓有望成為領袖人物的執政黨骨幹 外界指出北京企圖加強對非洲的滲透和控制 保護它巨額的利益以及突破北約的圍堵 2022年6月20日 中共召集非洲國家在埃塞俄比亞首都 阿迪斯亞貝巴舉行所謂的安全、治理和開發會議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埃塞俄比亞、吉布提、索馬里、 肯尼亞以及烏干達和蘇丹等六個國家的部長和高級代表 非洲之各是非洲大陸最東邊的地區 這個地區的國家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亞、 阿納特里亞、索馬里、蘇丹、烏干達和索馬里蘭等國家 早前在6月初北京當局在坦桑尼亞的 尼雷爾領袖學校、領導力學院 主持培訓南部非洲六個國家的執政黨骨幹 一共120人 這六個國家除了坦桑尼亞外 還包括南非、莫三比克、 安格拉、津巴布韋和納米比亞 尼雷爾領袖學校由雙述六個國家斥資 在坦桑尼亞的港口城市達雷斯薩拉姆興建 中共對外聯絡部、中聯辦 給予輔助4000萬美元 尼雷爾領袖學校是以坦桑尼亞第一任總統尼雷爾的名字命名 2022年2月建成 2022年3月開始啟用 該校是中共政黨外交提供建構 與非洲國家領袖級政要強化交流的平台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 大衛漢密爾頓希恩 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參與尼雷爾領袖學校的六個國家政黨都長期壟斷執政 與中共一黨專政如出一切 所以接受中共黨校尼雷爾領袖學校培訓的學員 學習的東西主要是如何持續獨攬大權 7月2日時事評論員黃克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在非洲有個總體佈局 非洲之國和南部非洲重要的地理位置 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共做出上述的動作是要借助非洲對抗歐美 黃克指出 中共自己已經感覺到國際形勢對它極為不利 發生俄烏戰爭以來 西方對抗中共的力度日益加大 對抗中共的戰略包圍圈已經形成 6月28日北約峰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 6月29日通過了北約新戰略概念 首次將中國、中共納入會議的文件 並且兩次提到中共對北約構成了系統性的挑戰 與以往峰會不同的是 這次北約峰會首次邀請了非北約成員國參加 南韓、日本、澳洲和紐西蘭這些國家的領袖出席了峰會 所以中共現在要突圍 它要加大與西方的對抗力度 這樣一來 持續鞏固深入發展對非洲的滲透和影響 對中共而言就顯得格外重要 黃克說 而搞政黨外交則成為中共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北京向非洲的政黨輸出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模式 然後在美其名地說為世界發展提供了中國的方案 黃克認為中共具額資助南部非洲6個國家 興建領袖學後並主持對這些國家執政黨骨幹的培訓 它的目的就是要影響這些國家執政的方向 用來壯大它對抗西方國家的力量 當然中共還有軍事上的考量 因為南部非洲的地理位置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黃克強調表示 除此之外 在就快召開的二十大時候 中共在非洲又是召集非洲之國的國家會議 它是要在非洲之國做搞大國外交的實驗 以顯示它在世界上全球大國的地位 以及它在全球的影響力 黃克指出 非洲之國局勢動盪 有國與國之間的矛盾 也有國家內部的戰亂不斷 再加上災況 西方國家非常關注那裡的局勢 也在盡力地乾旋調停 但是調停和和平的難度很大 因為西方國家有人權標準 而中共就以經濟發展為理由 影響那裡的國家 企圖以這種方式來顯示它在那裡的影響力 而在南部非洲國家開辦 類似中共黨校培訓班 以及舉行的非洲之國國家會議 都可以被中共當局 作為政績在二十大之上炫耀 這種舉動也同時是中共保護它巨額利益 加緊剝削非洲國家必不可少的步驟 黃克進一步表示 非洲之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中共落了很大的氣力經營 而在那裡頭下巨額的資金 那裡的地方國家都簽署了 所與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 非洲之國 是連結大西洋、印度洋 以及紅海、地中海和非洲 非洲以及歐洲的海上要衝 它的地理位置極具重要的意義 它在非洲大陸最東邊 包括 吉布提、埃塞俄比亞 雅納特里亞 索馬里和蘇馬里蘭等國家 中共在那裡 修建了連接埃塞俄比亞首都 阿迪斯、阿貝巴和吉布提首都 吉布提市的鐵路 雅吉鐵路 並且在2016年開通 這是非洲第一條跨國標準電氣化鐵路 中共在肯尼亞 修建了連結該國 第二大城市蒙巴薩 到首都內羅北的標軌鐵路 蒙來鐵路 黃克強調指出 中共通過一帶一路 將基礎建設推到東非 將它的勢力穩穩地摘進去 傾銷進廉價的工業品 然後將它所需要的金屬 原材料完全不斷運出來 輸送到中國 中共已經是蘇丹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前述非洲之國的六個國家 和南部非洲六個國家 除了吉布提之外 其他國家都有各自豐富的金屬 和非金屬擴產等資源 而吉布提雖然自然資源貧乏 但是它有天然深水港 它的區域貿易和轉運樓的地位 日益顯得重要 更為重要的是 它具有重要的意義戰略位置 該國東林紅海 雙船經由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 或者經過阿拉伯海通往波士灣 印度洋的要衝曼德海峽等等 中共在吉布提已經建起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2017年8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黃克表示非洲已經成為中共很大的市場 非洲之國的國家和它很多國家一樣 和中共的貿易交往逆差很巨大 所以為了巨額的利益 中共也要進一步加強在非洲之國的活動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林青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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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